另外有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 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这些东西都必须要调查清楚 现在检察官要来查电信的诈骗 竟然揪出了NCC的前委员 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就查出说 在台湾这边一共有三家电信公司 他们非法制作了所谓的黑美卡 要卖给诈骗集团 因为他们制作的黑美卡IP 不容易被警方给追踪 光是卖这个卡 他们就海捞了6.3亿 后来检察官向上追查 就发现其中一家电信公司的顾问 竟然是NCC的前主任秘书肖启宏 他原来从NCC卸任将近两年的时间 他就转任到这个电信公司担任顾问 他一个月的月薪还有5万块 好几名男女在警员一对一严密的介护下 通通都被带回警察局侦讯 他们都是电信公司人员 会被调查是因为贩售不易追踪的网卡 让诈骗集团使用 被一家中诈欺洗钱等罪嫌起诉 检警在侦办过程中 还查出其中一家公司的顾问 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卸任的前主任秘书肖其红 10号被提起公诉 肖其红59岁是中原大学医学工程研究所硕士 专长电机电子与通讯传播监理 曾经担任NCC委员主密兼发言人等职务 前年7月离职后 到一家电讯公司当顾问月薪5万元 他提供经营与专业技术给电讯业者 透过自己在公部门的人脉安排他们与NCC审查委员 中华电信联系接洽 协助电讯业者在审查文件执行业务更加顺畅 迅速通过机查 为什么要这么做 肖其红不愿回应 这些网卡便宜好用 更是诈骗集团的最爱 通讯网业者透露原因是 这些电讯业者依附在固网之下 网卡可以吃到饱 过期可以续约 但三角IP的位置不容易掌握 可以让有心人士制造犯案的断点 让警方难以追气 检警察即诈欺车手案向上溯源 意外查出萧其红也涉入其中 让外界相当震撼 华视新闻吴建宏 建峰小玉业与您报导 嗨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